內地愈大獲香港愈快樂蕭若元,暴力救市港地位更顯 明報專訊,上半年港股跟隨 A股迎接大時代,大家以為齊齊迎接牛市 A股及於最近兩個月內忽然暴赦,令內地政府也要暴力救市 到底今次阿夜救市是否合理,最後會否演變成經濟爆煲? 今期湯文亮匯客室請來資深投資者,財子蕭若元 與大家一同研究今次內地的市與救市所反映的問題湯 幾位行政總裁湯文亮6,明報投資及地產版主編錄震購蕭 資深投資者及時事評論員蕭若元6,湯 近期內地與香港股市天翻地覆,有人說太夜救市是瘋狂的 那你對此有何看法?燒,內地股市本身為政策市 做出來的是政策牛,既然這是政策牛市 當大市下跌,那政府就有責任去救市 如果北京下定決心,就一定可以救到股市 按照整個內地股市已發行股本計 投資者手上約為70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政府將其中3萬億至4萬億元股份接手變能化解危機 在低位接貨,人行亦製造了相同金額出來 當投資者沽出股票後,將金錢都傳入銀行 整件事就沒事但我見到的確是400年來未曾見過的事 第一就是出動公安拘捕惡意孤空者 第二就是給所有上市公司五條路 要不你自己買回所有股票 要不管你曾買回所有股票 要不借錢給管你曾買回股票 要不派發高息 要不派back 回購 中港基調不同港股下跌空間小湯 內地一千多隻A股停牌 假設我是普通股民 會頂住調戲 想賣也賣不了 如新在賭場中 我明明正在贏錢 或者只是想離開 但你卻封桌 6.香港今次也下跌數千點 但由於吸收了2008年及以前平時經驗 所以相對理性得多消 香港與內地股市的基調不同 其中香港市盈率11倍橫行了4至5年並無上揚 恆只介乎22000至24000點之間 但企業盈利上升了數成 所以港股下跌空間不大 22000至24000點更是鐵底 但正恩A股停牌潮 除以令港股急射至23000多點 令內地持有細價股的投資者全數斬倉綠 湯有些人認為內地政府今次救市 顯示其野蠻一面 對未來經濟開放並非好事笑 今次跌市令人民幣更加不敢開放 為了引入更多外資進入內地 原本打算開放股市及資本帳 但外資不能用公安去嚇他吧 那內地一定不敢再開放 香港便能起到重要的緩衝作用 令香港地位更重要而不口或缺錄 數個月前A股不斷攀升 H股卻無人問津 因為A股有大媽沙托上去 現在真正價值投資者或機構投資者 要重新審視H股的優勢 便相對香港有利但傳統智慧指股市 比經濟先行6至9個月 今次大跌市市不是內地經濟爆波先小 臨中等收入陷阱內地增長放緩消 經濟體持續20年每年增長約一成 歷史上增經出現 諸如明治維新 亞洲四小龍軍曾試過 但直至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及路易斯解點 令增長不能持續1980年香港取消底地政策 人口不再無限供應 令勞動力價格飆升 當時我做生意時要一年加兩次人工才能 玩留員工內地2012年新增就業人口 少於退休人口 人口紅利用員 內地因有一孩政策 到時來世會更嚴重亞洲金融風暴其中一個原因 亞洲增長是靠不斷人口補充 一失去了人力補充 就要依據中等收入陷阱一到一萬一千美元 大部分國家都停滯不前 要再增長則很困難 若能以倍數增長 當 者的確很難做到 內地經濟今年也很難補出 不過內地應該能夠做數中國人儲蓄多致通脹不高銷 目前內地經濟不會崩潰 只會放緩 原理想每年放緩0.5%至1%增長 因其儲蓄及外匯儲備依然充裕 一有問題就用錢頂住 可以頂住很多年中國貨幣供應增長佔全球六成 90年代中國貨幣供應只有約10萬億元人民幣 現在則如120萬億元人民幣 教美國高出一倍為什麽問題呢? 是因為中國人傾向將金錢儲蓄而不花費 令貨幣速動性低 所以通脹不高 湯 會嚇失守為嘉賓林芬強認為中國好 則香港也好 但其實若中國不好 對香港反有利 就如今次大跌市 市場在內地投資都要考慮 如果上市倒不如選止香港燒 如獨歷史 會得出與林芬強完全相反的觀點 事實是每次內地與大鑊 香港則與快樂 香港就如以前的上海租界 當國內發生動亂時 租界則與泛榮 今次跌市更突顯香港還要有片體 在本期《拖文量回客室才子蕭若元》 與大家一同研究今次內地的史與舊史所反映的問題 欲收看更多內容 可登入 LINK MING PAIL 及25522 H.T.M. 拖文量回客室 拖文量回客室蕭若元編 第一節 拖文量回客室蕭若元編 第二節 拖文量回客室蕭若元編 第三節 拖文量回客室蕭若元編 第四節 湯文亮回客室蕭若元篇 第四節 湯文亮回客室蕭若元篇 第五節 湯文亮回客室蕭若元篇 第五節 資深投資者及時事評論員蕭若元 中 認為 香港就如以前的上海租界 當國內發生動亂時 租界於繁榮 今次 跌市更突顯香港重要途所為明報投資 及地產版主編錄珍球 由維紀維行政總裁湯文亮資深投資者及時事評論員蕭若元 中 認為 香港就如以前的上海租界 當國內發生動亂時 租界於繁榮 今次 跌市更突顯香港重要途所為明報投資及地產版主編錄珍球 由維紀維行政總裁湯文亮